淡水小瓶顶近年来快速的开发 也开始有许多民众入住 但多年来每当枯水期 这边都会有停水的状况 有些地方甚至会停水三到五天 而随着建案陆续落成 供水需求也逐渐加大 而为了改善这个问题 当地社区也愿意捐赠两座蓄水池 要给自来水公司来储水 希望可以解决水患的问题 因为每一次有台风或者下雨 下很大的时候 我们那边就开始停水了 那也毫无预警 每一次一停就是两三天 然后中间打多少次电话 都是没办法都不来修 那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啦 那就一直在跟他们研究这个 自来水公司就跟他们研究说 到底要怎么样 我们就这样子 以前建商有去一间八百档到四百档的水点 现在要来交这个自来水公司 自来水公司这边好像 像问题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出的那里 怎么会这样 好像好像不像 我感觉很奇怪 因为这个水底的交给他们 不是仅仅是宿舍以 能解决供水问题 平平地也可以解决 而其实早在两年前 社区和自来水公司就开始协调 希望将两座水槽捐赠给自来水公司来使用 以解决越来越严重的水荒 但因为自来水公司当年要求社区要连同水槽的土地一起捐赠 导致后续谈判破局 而眼见今年缺水状况又更加严重 因此居民也请托立委吴玉珍服务处再次召开协调会 与自来水公司来协商 那在服务处跟自来水公司到现场去勘察的结果 那因为现在的蓄水设备也都还是使用的非常良好 那所以自来水公司也已经确定要准备来接用这两座蓄水池 那让我们整个山区包括水源里 还有我们的树心里还有平丁里 这几个里主要的用水问题都能够改善 经过协调之后最后已达成共识 两座水槽由自来水公司接用 居民也希望在水槽启用之后 能就此确保山区的自来水供应无余 让他们远离没水用的噩梦 记得陈伯伟带着水采访报道